本国Hudson Space集团 近期宣布 旗下的廉价百货公司SALERS 将在今年初再度回归 并在全国的25个地点开启实体店 不少分析都认为 今年将报入经济衰退 质疑新的百货公司究竟能否刺激市道 也担心SALERS会否好像2013年一样最终倒闭 未今晚的财经一周 我们就一起去谈讨一下 突入2023年已经将近一个月 不少财经分析普遍都认为 今年本国将报入经济衰退 民众都应该为自己的财富未遇筹谋 但最近老牌廉价百货公司SALERS 在社交媒体宣布 将会在今年初再度回归 并分别在全国25个Hudson's Bay地点设置实体店 SALERS的事务公司Hudson's Bay集团相信 不少顾客都喜欢他们的货品价钱十位 而且带来不少换言一身的产品 对于回归后的SALERS 在逆市期间能否刺激市道 财经分析员徐泽伦表示 应该从几方面去看 他又相信SALERS能够给民众多了一个选择的空间 尤其在价格方面 Hudson's Bay集团在2012年面临财务危机底下 陆续关闭SALERS所有门市 而最后一间分店也在2013年关闭 今次这间白货公司回归的同事 也有不少人担心 在现时经济环境不明朗的情况下 会不会敲不起这个如意算盘 甚至再次面临倒闭危机 徐泽伦就相信新的管理层 应该会有新的管理模式 避免重蹈覆车 因为它曾经倒闭那一次 第二次倒闭 我相信是两者之间 视乎新管理层如何控制他们的成本 和选择开的分行的分布情况 而决定是非常重要的 而我会因为失败那一次 就认为第二次再失败 另外本国中央银行 在今星期三举行今年第一次议息会议 并宣布提高基准利率0.25厘 去到4.5厘 再一次打破至2007年的记录 央行行长Tiff Macklin表示 如果经济发展和目前预测保持一致 央行之后将会暂停加息 对于这番言论 有经济分析认为 央行已经从多方面提出策略应对 对于去年中央银行多次加息 已压低通货膨胀 而通胀率也随着去年7月开始逐渐下降 央行政策产生一定效果 而被问到为何中央银行 在今星期仍然宣布加息 Rion Yu就相信是因为通胀率仍然高期 另外央行亦预计 今年楼价将会继续下跌 而部分业主仍然需要 更高比例的收入 上还抵押贷款 但本国移民需求增加 建筑以及房屋转售 预计将会在今年下半年回升 好了今晚的财经一周就讲到这儿 治好 致好 水